你真的知道国拼为何这么强吗 因为在刘国胖的带领下 男人当厨师 或者饲养年用 女人当男人用 之前为了备战奥运会 搞了个性别大战 龙网胖对阵梦早杀 现在为了备战即将开打的十天赛 今天莎莎刚打完男球员 国拼二队的曹薇 莎莎的表现 让我们全体女同胞 敢大声地喊出那句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她的进攻太凶猛了 力量不比男生差 而且变化更多 速度更快 如果遮住头 你根本分不清 谁是男生谁是女生 同时也让我替国外的女球员担心 你们拿什么和我们比呀 下面一起来看看 女生莎莎对阵男生曹薇的比赛吧 第一局就像我朋友相亲 都会先试探对方 有没有广州户口 家里几口人 他俩开始也先摸摸底 然后再出手 反正女士优先的原则 莎莎开始进攻了 初七 曹薇还能防住 甚至还能对攻 赢下分数 但随着莎莎越打越兴奋 他逐渐展示出男性化的打法 赛前谁都不会想到 被暴冲的竟然是男生曹薇 而暴冲别人的竟然是女生莎莎 黑寒需要用疫情化的详图 幸陋的日子 邂闹 老吃 世立akov 现在 只爆 既路 现在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莎莎赢下首局 这场面 让我嘴里的苹果都惊掉了 这是披着莎莎外衣的磕磕吧 曹薇这局完全没打出来 但接下来 她就要发威了 第二局 莎莎依旧占据主动 总能抓住机会 先与对手发动进攻 就像鲨鱼一样 咬住对手就不松口 迅速取得领先 但小曹毕竟是男选手 力量要强得多 而且她的正手进攻也很有特点 力量大 速度快 动作很隐蔽 莎莎防守一旦出现漏洞 就会被一拍击中 所以就变成 莎莎拿一分需要打很久 而小曹则是一两板就搞定 最终比分来到9比8 这局谁能拿下呢 小曹不会被0比4横扫吧 作为男队员 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啊 果然 接下来她就开始疯狂反扑了 第三局 小曹已经使出了权力 各种发球抢攻 各种提高速度 但始终占不到便宜 比分也一直吃贫 感觉小曹战术有问题 她在和莎莎比速度 当然没太多优势 作为男生 肯定是利用身体优势 打出力量和旋转 难道是怕人说 你欺负女人吗 如果输给莎莎 估计就更难受了 随后 小曹终于明白了 开始加力加旋转 果然取得效果 并在关键分数9比70 这是大好的机会 小曹能够搬回一局吗 这就是二人心态上的差距 小曹胜利在旺时 明显心急 连续出现失误 而莎莎则是 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老干部作风 这局像是披着莎莎外衣的刘国正乃 如果真被0比4横扫 小曹就尴尬了 他能搬回一局吗 第四局 小曹改变战术 就像之前所说 不和莎莎拼速度 而是用力量优势来打 开局就顺利取得领先 但是莎莎真是太强了 一旦顶住前三板的快攻 进入对拉阶段 完全不怕男选手 甚至还占优 迅速扳平了比分 之后 比赛像极了两个男人的对决 很少看到白短和调整 全是大开大壳 直来直去的暴冲 看得观众直呼过瘾 但最后 尽管莎莎的进攻变化更多 还是架不住对手的疯狂输出 输掉这一局 毕竟小曹孤注一掷 非赢这局不可 现在比分1比3 这大周末的 会不会来个 磕磕同款的超级逆转呢 第五局 按理说这种性别大战 该帮若女子莎莎加油 但情不自禁替小曹想办法 追回一局的他 气势大增 在对拉过程中 比之前更有信心 力量更大 速度更快 而且打得更聪明 利用男生的力量优势 发球直接暴冲 这也打乱了莎莎的阵脚 对拉过程中 也出现了不少失误 难道真要上眼大逆转 对拉过程中 什么东西 对拉过程中 小曹在追回一局 他现在就是要抢攻 利用力量优势 快速得分 不能和莎莎打相持球 因为速度和变化比不上他 完了 我竟然在帮男生小曹了 不能怪大家啊 莎莎太强了 你是在欺负男生啊 第六局 莎莎开始喊 看来连输两局 已经激发出他的斗志 也展现出他的倔脾气 小曹的正手强 那就应攻正手 大力快攻牛 那就应接快攻 随后 莎莎放出大招 力量超级大 速度超级快 变化超级多的进攻组合 这让小曹毫无招架之力 像当初 连大莽都输给莎莎了 接下来关话筒 一起欣赏莎莎的暴力打法吧 温暴力打法 en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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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